相信大家都会收到一些说会帮你整合强积金的电话 他们大多都会声称是保险公司的职员 不过是真是假就难以分辨 素先生在2022年3月9日 收到一个自称是A保险公司的职员莫女士电话 说可以帮忙整合强积金 刚好素先生有两个户口要处理 于是就在网上将身份证拍给对方 还在白纸上签名又答应对方出来见面 他有展示了一张卡片给我看 我也相信他是A公司的职员 坐下后他就要求我给身份证 他说要我来做登记 他拍了身份证的正面和背面 他就要求我用他的相机的自拍功能 做一个面部扫描 他就给了一份表格 我团是A公司的强积金整合表格 我团完之后他就立刻离开了 大概在几分钟之后 那位A公司的莫女士就 他就在网上传出信息给我 就要求我将新闻向证的正面和背面 拍上给他 当时我没有怀疑 当时我相信他 因为他有传出一张卡片给我 我相信他是A公司的职员 之后苏先生就没有再跟进事件 直到2022年的7月 他收到通知 说原有的B和C两个强积金户口的钱 全部都转去一间新的D公司户口 但之后 被人将所有的钱 转去一间虚拟银行 而且那些钱还转给不知名账户 还因此差点要坐牢 那笔钱是你存了多久的? 他这样工作了多久? 20年左右 我觉得很委屈 我不缺了这么多钱 还要被警察招牢 还要当中可能会被人报告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前菜被拼 还要不明不白地面临法律责任 苏先生可谓禍不单行 奉劝大家 千万不要这么容易将个人资料交给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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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